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恩帝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月经后一周完了又出血了 这不是月经 它是由于脊素的水平变化的问题 引起来出血 往往少于月经量 我们临床上把它叫做排卵去出血 它不说就是排卵 但是有时候也合并有一个一些病变 如果将内膜洗漏的时候 黏膜下肌瘤的时候 还有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病 完了半寒七室 就是原来做个泡妇产 在这地方有个七室 它里边有残留的血 它也可以发上这个月经后不敢经 或者到停了几天出去停止了 它又开始出血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明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原因的出血 或者是排卵去出血 还是由于这些气质性病变 引起来的出血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查激素水平 这是一个出血可能查激素水平 第二个呢 我们经常就做那个臂超 在臂超检测底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排卵了 这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 这是个检查 基本上就可以明确 从个臂超检测 一看它是排卵 还是它这个子宫瘤膜长东西了 长吸入了 还是长肌瘤了 有的有的那个黏膜下 激瘤它就拖到工口了 所以肯定它的出血 就是不规律的 那这时候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要做一个 工匠镜的检查 工匠镜通过一个镜子 从工口进去 生活到这工匠 就像房子进去 看看这工匠里面 到底长什么东西 那这工匠镜通过一个镜子 那这工匠镜通过一个镜子 这工匠镜通过一个镜子